12月29日 许久没有消息的主持人艾雅 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视频 罕见分享了和女儿一级雪角踏车的私下时光 而她8岁的女儿正面也罕见曝光 视频中艾雅带着女儿 娱乐现身小区楼下的公园 8岁了A1身高已经低进艾雅的肩膀 长发披肩头上还带了一个发姑 整体打扮非常普实 和艾雅的风格很像 从模拟之间的肢体动作可以探出 小英娃和妈妈感情很好 被妈妈搂在怀里相当乖巧 而她的五官也完美继承了母亲的优点 有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 脸是瓜子脸 虽然有点黑 但小鼻子小嘴 长相异常精致 而阿雅也有一种无家有你初长成的感觉 评论区纷纷留言 女儿好美 气质很好 亲和力超强 一定要让她好好读书 不要过早送进娱乐圈呀 阿雅是大小S的闺蜜 也曾是七仙女姐妹团中的艺人 她的一举一动也难免被拿来和大小S做比较 如今女儿罕见曝光 有网友看热闹不嫌事大 纷纷表示 阿雅的女儿无论是气质还是外貌 都耍了大小S的女儿几条街 不得不承认阿雅真的挺会经营自己的人生的 当初作为七仙女姐妹团中的最不显眼的一言 后来去国外留学 吩咐自己的业力 回来做了自己的节目 收获无数好评 后来密驾活佛 生下女儿定居在美国 一家人远离娱乐圈的纷争 过得相当惬意 此前她和小S一起参加节目 小M在节目上都忍不住痛苦表示 阿雅活成了她羡慕的样子 小S说自己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 羡慕阿雅找到了自己 但阿雅说 我也是花费了十年时间探索自己 不知道多少次推翻重来 虽然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但时隔多年 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上争渡 各自都有所成功 其实也没必要一直相互比较了 对此大家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等等 我可以开始进行